人氣Youtuber鍾明軒有著直率的個性深受望我們的喜愛 他經常會拍攝多元化主題的影片 也透過影片嗆瞎廠商 然而鍾明軒之前也有三週沒有上傳新影片 日前他透過社群平台與粉絲們互動時 有粉絲大讚吐槽廠商 及讚美廠商的系列影片很好看 希望他能夠多拍類似的主題 對此鍾明軒老實透露 自己因為吐槽影片已經惹怒了好多廠商 還曾被恐嚇要寄存證信函向他提告 令他直呼被嚇到了 不過事後他也才想起 可以拍一些讚美廠商的影片來達到平衡 所以讓他坦言自己一個人運營頻道 實在沒辦法每週更新 曾經有想過找團隊合作 不過他怕自己會變懶 過度依賴團隊 所以最後還是決定自己獨立完成作業 下集院 我們下集院 下集院 下集院 感谢观看